这个是我妹夫啊 平时你们都说我50多岁了带孙子 你们看一下谁的年纪大一点 从湖北带了一只鸭子过来 今天晚上我来安排一个穿胃的 等一下先处理了看怎么做 这个家伙是没有我家里面的好用哈 有点还不大习惯 刚开始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吃 这下给他弄一个紫浆鸭载成条 四川带过的嫩紫浆 现在的紫浆的话都是芽芽浆 起锅烧油了哈 稍微多一点 先把鸭子入边炒一下 好像在那方位不对 这个烟跟着我吹 火有一点小哈 下去就没什么劲了感觉 本来准备想两锅再打下渣的 但是确实不好打渣不方便 就一锅成菜的哈 鸭子入把水分变干了 这下下的是八卦大料 香叶桂皮 还有姜葱 四川带过来的泡姜和泡菜 青红花椒还有姜葱蒜 不炒料的话就一锅炒了 这个懂得起来四川豆瓣 这个不带酱 皮线豆瓣没有酱子 香味已经来了 就是腌子好大好大 倒一瓶啤酒进去 去腥增香的 那个鸭子的比较老 可能要烧个40分钟左右 这时候就把紫浆来切了 鸭子烧来差不多了 四五十分钟 然后我们把紫浆放进去 给它一起烧一杆 大概就是烧开过后 一分钟左右吧 现在锅里面还没有开 现在坐在这里浸卵活 然后又闻香味 闻着很舒服很舒服 我小鸭子还说放个萝卜进去煮 我说做紫浆烧鸭子嘛 肯定就放紫浆 又不是萝卜烧鸭子 紫浆差不多了 这下把青椒给它搞底头 小鸭子都来问鸭子熟没有 鸭子熟了小鸭子 差不多就是再次烧开就可以了 青椒不要煮太久 太久了就死了 我叫它们把那个纸棍霸起 不晓得霸起没有 我把锅子端进去了 给大家看一个静静 吃的是猪脚 一副吃的是猪脚 都没有吃紫浆 喝点这个饮料 开饭了开饭了 我阿姨最喜欢吃我们四川的紫浆的 上次来四川的时候她说很喜欢吃 特意不易没做到这儿 对对对 我阿姨和我妈她们两个吃得很像 都喜欢吃这个紫浆 可以吃饭了 吃完饭搞点节目嘛 哈哈哈哈 你就每天就节目 白饭白饭 吃得好打红粽啊 尝一下这个我们川菜啊九九 尝一下川菜 这是姜丝吧 啊 这是姜嘛 姜 姜 姜条不是姜丝 这个是条 海哥正在喝 正在喝 喝的是水 黄色的水 除夕放吧 平时放的都不错 其实我有一个想法哈 晚上买点烟花来放一下 因为回来我们内浆之后就不能放了嘛 这边也可以放又便宜 吃饱喝足了哈 这个脸都整得非常的红润 喝了一瓶那个饮料 这一盆紫浆鸭子 基本上也吃的差不多了 只剩下一点油汤汤 看来今天的很成功啊 谢谢大家